这里是钓鱼发烧友周末消遣的好地方 但下一秒也有可能是水塔的美食天堂 位于白沙公园的这个渔场 多年来不时有水塔光顾 享受鱼头大餐 顾问郑俊茂说 水塔似乎对它的渔场情有独钟 尤其是去年11月刚开张的儿童葵龙 所以我唯一这个渔池 他们不敢下去吃这个鱼 因为这个鱼有带攻击性 而且这个鱼很凶 而且它很大只 大概8公斤到12公斤的鱼 虽然他们已经用鱼网把整个奎龙包围起来 可是水塔还是能通过旁边的小洞乘虚而入 据卯说 奎龙里有500条鲤鱼 水塔平均每三个月就来饱餐一顿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三次 使它损失几千元 我们的鱼应该从4寸到6寸开始培训它们 是用人手来喂它 小孩子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害怕 就是可以接触小孩子这样 这个过程必须要到两个月时间 我们那边有两个池 一个池大概是放200多条到300条左右 如果鱼不够的话 他们少的话 一喂了几条它就饱了 它就不来了 那下一批的孩子就不能够享受 这个喂鱼的乐趣 上个星期 网上也流传一个视频 六只水塔潜入一个洋房 吃掉鱼池里的七只井里 而且只吃鱼头 不吃鱼身 难道水塔偏爱鱼头 如果在一个鱼浪很多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只会吃鱼头 或者只吃一部分的鱼 可是如果鱼量很少 他们就会通常会吃整条鱼 他们只吃鱼头 我们想是因为他们想快速地 把鱼先撒死 然后那个鱼就不会挣扎 他们就能吃他们比较喜欢的地方 可能就比较有营养 或比较容易吃的地方 其实水塔在本地出没的事件 时有所闻 他们曾经见证情侣互定终身 目睹F1新加坡大奖赛的准备工作 也一家大小高调过马路 每次亮相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其实水塔都是新加坡的原生物种 可是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 因为环境污染还有填海那些 然后他们就无法在新加坡居住 可是到了80年代还有90年代的时候 当我们清理了河道 把环境弄得更好 那水塔就可能是从马来西亚游回来 就重新到新加坡居住 水塔萌萌达惹人怜爱 但是也有人担心他们经常出没 是否繁殖得太快 关爱动物研究协会的甘志勇说 他在过去一年 接获22个关于水塔的通报 只有三起是困扰民众的投诉 可见水塔红是非多 一切都是曝光率的错 我不觉得说他的那个数量互软件增加 我是觉得说那个社交媒体 那很多人看到的话 他们就会放在Facebook 放在什么 就变成说很多人就会说 你也看到我也看到 大家都看到 但是其实他们看到的是同样一支 一支水塔 这可能性是很高的 所以那个假象就变成说 他们到处都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找 其实挑战性挺高的 要找到他们 水塔工作小组成员廖家珍说 虽然水塔在本地没有天敌 但是他们一年只能繁殖一次 一次只有三到五支 新加坡适合的空间有限 在河里的鱼也有限 所以其实水塔的数量会自我控制 然后虽然每一年他们都会生产小水塔 可是他们也会可能因为小水塔太弱 或者跟其他的家族打架 或者是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被车撞死 还是会被捕鱼的工具弄伤 这样也会死亡 本地目前估计有大约八十支水塔 位于新加坡各处 以地盘来分类的话 总共有十个家族 最大的两个家族是碧山家族和滨海湾家族 水塔发烧友陈清华 经常到不同地点捕捉他们的画面 他说不同家族的水塔有不同的特征 可能Bishan的家族 他们会比较喜欢跟人在一起 所以会靠得比较近 他们没有这样怕 可是当然我们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体型当然是Bishan家族是最肥的 他们是比较无法无天的一个家族 如果说Marina家族来说 他们在远处看到你 例如可能一百米 他就很怕了 清华从四年前开始观察和记录水塔的点滴 并提供最新资讯给国家公园局 我们会看说 这个水塔在它的背景当中 它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或者它身上有什么标志 例如其中一只 它尾巴有个白点 所以我们常常叫坏地 白色尾巴 或者有时某个情况它有被伤害到 然后哪里有疤痕 有的是嘴巴 嘴唇 其实嘴唇也我们也认得出 就是说有的某个地方会有黑的地方 或者哪一次掉了哪一颗牙 我们一知道后 我们就一直注意这几个情况 跟拍时间长了 和水塔建立了一定的感情 所以清华有机会和水塔近距离接触 不过对于热情的公众 国家公园局提醒应该要和水塔保持距离 熟悉水塔的人士说 它们虽然是野生动物 但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一般不会攻击人类 其实不管是水塔 还是其他的野生动物 都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给它们空间 不要太靠近 也不要喂食它们 如果它们一直看着你 那就代表你太靠近它们了 所以应该退后一些 当它们发现说 那个动物很像有一点 自我保护的那个现象的话 那最主要的就是保持冷静 然后慢慢地退步 那不要再前进 或者不要喊 不要挥手 去把它赶走 这个就让动物会感觉到 更受到威胁 志勇也建议家里有鱼池的屋主 把鱼池封闭起来或围起来 并定期维修 以防水塔来捕食 吸取了之前的经验 巨猫说 它们会兴建室内的儿童葵龙 不让水塔有机可乘 至于户外大鱼池里的鱼 就只能够网开一面了 人类或许是野生动物的威胁 但可能也是它们的希望 给它们活路 尊重彼此空间的同时 也做好防范措施 和谐共处应该不是问题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全新的网站 八世界重温节目 和观看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